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同学大家早 那我们就开始上课吧 那今天的第一堂课我们要讲的是 Gradient Descent Gradient Descent 上次我们已经大概讲过怎么做了 但是有一些小技巧你可能是不知道的 所以我们要再详细说明一下 Gradient Descent 你要怎么把它做得更好 那我们上次是这样说的 在整个 Machine Learning 的第三个步骤 我们要找一个最好的 Function 那找一个最好的 Function 这件事呢 是要解一个 Optimization 的 Problem 也就是说在第二步呢 我们先定了一个 Loss Function 大L 而这个 Loss Function 它是一个 Function 的 Function 你把一个 Function 带到这个 Loss Function 里面 或者是你把操控一个 Function 形状的参数 我们现在在这张投影片里面把那些参数写成 SEDA L 是 Loss Function SEDA 是那些参数 你把一组参数带到一个 Loss Function 里面 它就会告诉你说这组参数有多不好 那你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一开始就发现这张投影片有一个地方写错了 这里应该是 Minimum 啦 因为它是 Loss Function Loss Function 是希望它越小越好 当然你也可以反过来定义一个 Function 是参数越好 它的 Output 的值越大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会叫它 Loss Function 我们会叫它别的名字 比如叫它 Objective Function 所以这边应该是 Minimum 我们要找一组参数 SEDA 让这个 Loss Function 越小越好 那这件事情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用 Gradient Set 假设现在 SEDA 是一个参数的 SED 里面有两个参数 就是 SEDA 1 跟 SEDA 2 那首先你先随机的选取一个起始的点 随机选取一组起始的参数 这边写成 SEDA 上标0 下标1 SEDA 上标0 下标2 用上标0代表说它是初始的那一组参数 然后用下标代表说 这个是这一组参数里面的第一个 Component 跟第二个 Component 接下来你计算 SEDA 上标0 下标1 跟 SEDA 上标0 下标2 对 Loss Function 的偏维分 计算它们的偏维分 然后把 SEDA 上标0 下标1 SEDA 上标0 下标2 减掉 Learning Rate 乘上这个偏维分的值 那得到一组新的参数 这个参数这边写作 SEDA 上标1 下标1 SEDA 上标1 下标2 SEDA 上标1代表说它是在第二个时间点 由 SEDA 上标0 下标0 轮上标0 update 以后得到的参数 那下标代表说它有两个 Component 那同样的步骤就反复不断的进行 接下来你有 SEDA 上标1 下标1 和 SEDA 上标1 下标2 以后 你就一样去计算它们的編维分 再乘上 Learning Rate 再去减 SEDA 1 跟 SEDA 5 上标1 下标1 跟 SEDA 上标1 下标2 得到下一组参数 那就反复进行这个 process 这个就是Gradient Descent 如果你想要写得更简洁一点的话,其实可以这样写 假设你现在有两个参数,SETA1跟SETA2 你把,这个应该是L,不好意思 这个C这边应该是写成L 你把这个SETA1跟SETA2对LossFunction做偏微分 你把这两个偏微分的值串在一起变成一个Vector以后 这个Vector就叫做Gradient 你把L前面加一个导三角形,这个东西就叫做Gradient 它其实是一个Vector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式子写成 你把这个东西写成一个VectorSETA上标1 这个东西写成一个VectorSETA上标0 这一项就是这一项 就写成L在SETA0的Gradient 所以你可以把Update参数简单写成SETA0 就减掉Learning Rate乘上Gradient 就等于SETA1 同比SETA1减掉Learning Rate乘上Gradient 就值得到SETA2 如果把它Videoize的话,它看起来像是这个样子 假设我们现在要两个参数 SETA1、SETA2 那你随机的选一个书始的位置 SETA上标0 然后接下来,你计算在SETA上标0 这一个点 这个参数对Lost Function的规点 计算参数对Lost Function的规点 假设参数对Lost Function的规点 是这个红色的箭头 规点就是一个Vector 它是一个红色的箭头 那如果你不知道Gradient是什么的话 你就想成它是这个等高线的法线方向 这个箭头它指的方向就是 如果你把Lost的等高线画出来的话 这箭头指的方向就是等高线的法线方向 好,那怎么update参数呢? 你就把Gradient乘上Learning Rate乘下 然后再取一个负号 Gradient乘上Learning Rate乘下 再取一个负号 就是这个蓝色的箭头 再把它加上SETA0 就得到SETA1 那这个步骤就反复的持续进行下去 再计算一遍 Gradient 你得到另外一个红色的箭头 红色的箭头指向这个地方 那你现在走的方向呢 就变成是红色的箭头的相反 红色的箭头乘上一个负号 再乘上Learning Rate 就是现在这个蓝色的箭头 得到SETA2 这个步骤就反复一直进行下去 再算一下在SETA2这个地方的Gradient 然后再决定要走的方向 再算一次Gradient 再决定要走的方向 这个就是Gradient Descent 这些我们上次其实都讲过了 接下来呢 要讲一些Gradient Descent的Tips 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 你要小心地调你的Learning Rate 如果你已经开始做作业1的话呢 你会知道说有时候 Learning Rate是可以给你造成一些问题的 举例来说 假设这个是我们的Lost Function的Surface 长这个样子 如果你今天Learning Rate 调得刚刚好的话 你从左边这边开始 那你可能就是顺着红色的箭头 然后很顺利地走到了最低点 那可是如果你今天Learning Rate 调得太小的话 那它走的速度呢 会变得非常慢 虽然SETA2给它够多的时间 它终究会走到这个Local Minimum的地方 但是如果它走得太慢的话呢 你会不会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 你可能会来不及交作业 如果你今天这个Learning Rate 调得稍微大一点 比如像绿色这个箭头的话 那就变成说呢 这个它的步伐太大了 它变成像一个巨人一样 步伐太大了 它永远没有办法走到这个特别低的地方 它都在这个山谷的口上面震荡 它永远走不下去 那甚至如果你今天真的 把Learning Rate 调太大的话 它可能就一瞬间飞出去了 结果你update参数以后 Lost 反而越update 越来越大 那其实只有在你的参数 是一维或者二维的时候 你才能够把这样子的图videos出来 如果你今天是有很多维参数 这个 arrow的surface 这个高维的空间里面 你是没有办法visualize它的 但是有另外一个东西你是可以visualize 什么东西呢 你可以visualize参数的变化 对这个lost的变化 你可以visualize每次参数update的时候 lost的改变的情形 所以今天如果你 learning rate设的太小的话 你就会发现说 这个lost它下降的非常非常慢 如果你今天learning rate调的太大的话 你在左边这个图会看到说 lost先快速的下降 接下来它就卡住了 所以如果你learning rate调太大的话 你把参数的update 对lost的变化做出来 你看到可能是绿色这条线 你的lost很快的下降 但很快就卡住了 很快就不再下降了 如果你今天learning rate真的调太大了 你就会发现你的lost就飞出去了 那你需要调整它 让它调到刚刚好 那你才能够得到一个好的结果 所以你在做gradient design的时候 你应该要把这个图画出来 而没有把这个图画出来 会非常非常的卡 有的人就说 他就反正把gradient的程式写好 那写好放下去以后就开始跑 它去打一场low 然后打完回来就发现说 结果烂掉了 然后它也不知道烂在哪里 所以如果你在做gradient design的时候 你应该把这个图画出来 然后你要先看一下它前几次update参数的时候 它update的走法是怎么样 搞不好你learning rate一开始就调太大 它一下子就爆炸了 那你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你要赶快调learning rate 你要确定它是稳定的下降才能去打low 好 但是要调learning rate很麻烦 有没有办法自动的调learning rate 有一些自动的方法可以帮我们调learning rate 最基本的而简单的大原则是 通常learning rate是随着参数的update 会越来越小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当你在刚开始的起始点的时候 它通常是离最低点是比较远的 所以你步伐要它大一点 走得快一点才能够赶快走到最低点 但是经过好几次参数的update以后 你已经比较靠近你的目标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应该减消你的learning rate 让它能够收敛在最低点的地方 举例来说你learning rate的设法可能是这样 你可以设成说 这个learning rate是一个t-dependent的参数 它是dependent你现在参数update的次数的 在第一次update参数的时候 你就把你的learning rate设成一个constant eta 除以根号的t加1 这样当你参数update的次数越多的时候 这个learning rate就会越来越小 但是光这样是不够的 你知道我们需要因材施教 所以每个不同的参数 最好的状况应该是每一个不同的参数 都给它不同的learning rate 这件事情是有很多的小技巧的 其中我觉得最容易实作最简单的 叫做adagrade adagrade是这样子的 它说每一个参数的learning rate 都把它除上之前算出来的微分值的rub mean square 什么意思呢 我们原来的规定design是这样 假设w是某一个参数 现在w不是一组参数 我们现在只考虑一个参数 因为我们现在在做adagrade 这样做法的时候 它是adaptive的learning rate 所以每一个参数 我们都给它不同 每一个参数 它都有不同的learning rate 所以呢 我们现在要把每一个参数 都分开来考虑 每一个参数都分开来考虑 好 那w呢 是某一个参数 那w的learning rate 在一般的gradient design 你可能就给它一个 dependent时间值 比如说a打t 但是你可以把这件事情 做得更好 在adagrade里面 你把这个eta t 除以这个sigma t 这个sigma t 是什么呢 这个sigma t 是过去 这边这个g 是偏微分的值 这个g是偏微分的值 这个sigma t 是过去所有的微分的值的rub mean square 是过去所有微分的值的rub mean square 这个值对每一个参数而言呢 它都是不一样 所以现在就会变成说 不同的参数 它的learning rate呢 都是不一样 那我们来实际举个例子 来看看说这件事情呢 是怎么试做 假设你现在初始的值呢 是w0 ok 还是你初始的值是w0 那接下来呢 你就计算在w0那一点的微分 这边呢 写作g0 然后呢 它的learning rate是多少呢 它的learning rate呢 是eta0 除掉sigma0 那eta0是一个时间dependent的参数 那eta0是什么呢 eta0是一个参数dependent的参数 它是过去所有算过的微分值的rub mean square 那在这个case里面 我们过去只算过一个微分值就是g0 所以这个a0呢 就是g0的平方再开更好 好 那接下来呢 你在update参数 你把w1呢 你把这个w0更新变成w1 在w1这个地方 你再算一次gradient就是g1 那个g1的learning rate应该乘上多少呢 它乘上a1除以这个sigma1 那sigma1 它是过去所有的微分值的rub mean square 过去我们已经算过两次微分值 一次是g0 一次是g1 所以sigma1呢 就变成g0跟g1的rub mean square 也就是把g0平方加g1平方 再取平均值 再开更好 好 那w3一样 w3 你就是update参数又得到w2 你有了w2以后 你可以算g2 在w2地方的微分值就是g2 它的learning rate呢 就是a2除以sigma2 那这个sigma2呢 就是过去算出来微分值的rub mean square 过去算出g0,g1,g2 你会把g0,g1,g2的平方 再平均 然后再开更好 得到sigma2 把它放在这边 那update参数得到w3 这个步骤呢 就反复的一直继续下去 到第t次update参数的时候 你有一个微分值g2 那这个g2的learning rate呢 就是eta2除以sigma2 这个sigma2 就是过去所有微分值的rub mean square 过去已经算出g0,g1,g2 一直到gt 你就把g0,g1,g2一直到gt 多取平方再加起来 再平均再开更好 得到sigma 就把它放在这边 好,所以呢 现在如果我们用gradient descent 我们用allagrant的时候呢 它update参数的式子呢 写成这个样子 这个sigma2t呢 我们就写成这个样子 这个rub mean square 我们在前页后面已经看到了 好,那这个time dependent learning rate呢 这个time dependent learning rate 你可以写成ada除以根号t加1 那你会发现说 当你把这一项 除以这一项的时候 因为它们都有根号t加1 所以根号t加1呢 是可以删掉的 所以整个allagrant的式子呢 你就可以写成这个 它的learning rate呢 你就可以写成一个constantada 除掉呢 根号过去所有gradient的平均 过去所有gradient的平方和 但不用算平均 因为这个平均这件事情呢 会跟上面呢 time dependent的这个learning rate呢 抵消掉 所以呢 你在写ada grand的式子的时候 你可以简化成 不需要把time dependent的这件事情 explicit的写出来 你就直接把你的learning rate 写成ada除以根号 过去的算出来的gradient的平方 再开根号就好 这个方法你可以接受吗 讲到这边大家有问题吗 诶 请说 诶 问问说 阿达 grand的时候 它在后面下降的速度慢到令人伐指 诶 慢到令人伐指 是吗 诶 就是它能够有一些组资料 才能将后直到0.5 诶 这其实是正常的 诶 这其实是正常的 这个adapted learning rate 其实是一系列的方法 我今天讲阿达 grand 其实是里面最简单的 还有很多其他的 他们都是用阿达开头 就是阿达 delta Aden 什么之类的 所以如果你用别的方法 比如说Aden 的话 它就比较不会有这个情形 其实如果你没有什么特别偏好的话 你现在其实是可以用Aden 它应该是现在我觉得最稳定的 但是它implement比较复杂就是了 但其实也没有很值 好 讲到这边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好 那我其实有一个问题 我其实有一个问题 我们在做一般的gradient design的时候 我们这个参数的update 取决于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是lending rate 另外一件事情是gradient 我们意思就是说 gradient越大 你参数update的就越快 斜率算是越大 参数update就越快 我相信你可以接受这件事情 但是在adapted里面 你不觉得相当矛盾吗 你不觉得有些怪怪的地方 这一项 告诉我们 微分的值越大 你参数update越快 你参数update越快 但这一项 它是相反的 对不对 当 这一项 跟 这一项 它是 它们 它们却是 不一样 对不对 你有没有觉得说 这边有一些奇怪的地方 这样子 可以 也就是说今天 当你的gradient越大的时候 当你的gradient越大的时候 你底下算出来的这一项 就越大 你底下算出来的这一项 越大 你的参数update的步伐 就越小 这不就跟我们原来要做的事情是有所冲突的吗 在分模的地方告诉我们说 规定越大 就它的步伐越大 参数就update的越大 但是分模的地方却说 如果规定越大 参数update的就越小 怎么解释这件事情呢 怎么解释这件事情呢 有一些papers这样解释的 就是这个 阿拉伯人呢 他想要考虑的是 今天这个gradient有多surprise 也就是所谓的反差 反差 大家知道吗 比如说反差萌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本来一个很凶恶的角色 突然对你很温柔 就觉得他特别温柔 所以对规定来说也是一样的道理 假设有某一个参数 他在第一次update参数的时候 他算出来规定是0.001 再要算0.001 0.003 等等等等 到某一次呢 他规定算出来是0.1 你就觉得特别大 因为他比之前的规定算出来都大了100倍 特别大 但是如果是有另外一个参数 他一开始算出来是10.8 再算20.9 再算31.7 他的规定平常都很大 但是他在某一次呢 他算出来的规定是0.1 这时候你就会觉得他特别小 这样子 所以为了强调这种反差的效果 所以呢 在阿达国人里面呢 我们就把它除以这一项 这一项呢 就是把过去这些规定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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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方的把它算出来 我们就想要知道说过去规定的有多大 然后再把它们相处 然后看看这个反差有多大 这个是直观的解释 那更正式的解释呢 我有这样的解释 我们来考虑一个二次函数 这个二次函数呢 我们就写成这样 它的一个参数就是x 如果我们把这个二次函数对这个x做微分的话 把这个y对x做微分 这个国中生就知道 这是2ax加b 而如果他绝对只是算出来的话呢 长这样 那这个二次函数的最低点在哪里呢 是-2a分子-b 所以我国中就背过这个式子 那如果你今天呢 在这个二次函数上 你随机的选一个点开始 你要做规定design 那你的步伐踏出去多大是最好的呢 假设这个其实的点是x0 最低点是-2a分子-b 那踏出去一步最好的步伐 其实就是这两个点之间的距离 因为你只要你踏出去的步伐 如果是这两个点之间的距离的话 你就一步到位了 这两个点之间的距离是什么呢 你整理一下它是2ax0加b 除以2a 2ax0加b 这一项就是 这一项 2ax0加b 就是x0这一点的 微分 就是x0这一点的一次微分 所以gradient descent 就提起来很有道理 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算出来的微分越大 我就离圆点越远 如果踏出去的 我最好的步伐 是跟微分的大小成正比 那它可能是最好的步伐 所以如果踏出去的步伐跟微分的大小成正比 那它可能是最好的步伐 但是呢 这件事情是只有在 只考虑一个参数的时候 才成立 而如果 如果我们今天呢 同时有好几个参数 我们要同时考虑好几个参数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刚才的论述就不见得成立 也就是说 gradient的值越大 就跟最低点的距离越远 这件事情 在有好多个参数的时候 是不一定成立的 比如说你想看看 我们现在考虑 w1和w2这样的参数 这个图上面的颜色 是它的loss ok 好 那如果我们考虑 w1的变化 我们就在这个蓝色这条线这边 切一刀 我们把蓝色这条线这边切一刀 我们看到的这个 arrow的surface呢 长得是这个样子 如果你比到这个图上的 两个点 A点跟B点 那确实A点的微分值比较大 那它就距离最低点的是比较远 但是如果我们同时考虑几个参数 我们同时考虑 这个w2这个参数 我们在绿色的这条线上切一刀 如果我们在绿色这条线上切一刀 的话 我们得到的值是这样子 我们得到这个arrow surface 是这样 它是比较尖的 而这个谷是比较深的 因为你会发现说 w2在这个方向的变化是比较猛烈的 如果我们只比较在这条线上的 在w这条线上的两个点 C跟D的话 确实C的微分比较大 所以它距离这个最低点是比较远的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的比较是跨参数的话 如果我们比较A这个点对w1的微分 C这个点对w2的微分 这个结论就不成立了 虽然说C这个点的微分值对w2的微分值是比较大的 这个微分值是比较小的 但C呢是离最低点是比较近的 而A呢是比较远的 所以当我们update参数 当我们update参数选择跟这个微分值成正比 这样的论述是在没有考虑 跨参数的条件下 这件事情才成立的 当我们要同时考虑好几个参数的时候呢 我们这样想呢就不足够了 那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要同时考虑好几个参数的话 我们应该要怎么想呢 如果你看看这个我们说的最好的这个step的话 我们看说最好的这个step 它其实还有分母这一项 它这个分母这一项呢是2A 这个2A哪来的呢 这个2A是什么呢 这个2A呢 它是如果我们今天把这个y呢 做二次微分 我们做一次微分得到这个式子 那如果我们做二次微分的话 就得到2A 那它是一个constant 那这个2A呢 就出现在最好的step的分母的地方 所以今天最好的step 它不只是要正比于一次微分 它同时要和二次微分的大小成反比的 也就是如果你二次微分比较大 这个时候你参数的update呢 update量应该要小 如果二次微分小的话 你参数update量呢 应该要比较大 所以最好的step 应该是要把二次微分考虑进来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呢 把二次微分考虑进来的话 你会发现说 在w1这个方向上 你的二次微分呢 是比较小的 因为这个是一个比较平滑的骨 所以这个二次微分是比较小的 在w2的方向上 这个是一个比较尖的骨 而比较深的骨 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尖的骨 所以它的二次微分呢 是比较大的 所以你光比较a跟c的微分值呢 是不够的 你要比较a的微分值 除掉它的二次 跟c的微分值 除掉它的二次 再去比 如果你做这件事 你才能够真正显示 这些点呢 跟这个最低点的距离 这样 虽然a这个点它的微分是比较小 但它的二次也同时是比较小 c比较大 二次是比较大的 所以如果你把二次微分的值呢 考虑进去做这个平检的话 做调整的话 那你这个时候呢 才能够真正反映了 你现在所在的位置 跟最低点的距离 好 那这件事情 跟atagrand的关系是什么呢 如果你把atagrand的四值列出来的话 如果你把atagrand的四值列出来的话 它参数的update量 是这个样子 是这个样子 eta是一个constant 所以我们就不理它 这个gtr 它就是一次微分 对不对 下面这个 过去所有微分值的 平方和开根号 神奇的就是 它想要代表的是二次微分 你可能会问说 整不直接算二次微分呢 你可以直接算二次微分 确实可以这么做 也有这样的方法 而且你确实可以这么做 但是有时候你会遇到的状况是 当然在这个作业一里面是比较简单的case 我相信你都秒算 对不对 你的键料都秒给你结果 但是在有时候你 这个参数量大 你beta多的时候 你可能算一次微分就花一天 然后你再算二次微分 你要再多花一天 而且有时候这样子的结果是你不能承受的 你没有办法 而且你多花一天 performance才不见得 会比较好 有时候这个结果是你不能承受 所以阿纳葵 它提供的做法就是 我们在没有增加任何额外运算的前提之下 想办法能不能够做一件事情 去估一下二次的微分应该是多少 在阿纳葵里面 你只需要一次微分的值 那这个东西我们本来就要算它了 所以并没有多做任何多余的运算 好 怎么做呢 怎么做 如果我们考虑一个 比较二次微分比较小的峡谷 跟一个二次微分比较大的峡谷 然后我们把它的这个一次微分的值呢 考虑进来的话 这个是长这样 这个是长这样 如果你只是在这个区间和这个区间里面 随机sample一个点算它一次微分的话 你看不出来它的二次微分的值是多少 但是如果你sample够多点 你在某一个range之内 sample够多点的话 那你就会发现说 在这个比较平滑的峡谷里面 它的一次微分通常就是比较小 在比较尖的峡谷里面 它的一次微分通常就是比较大 而阿纳葵这边 这件事情 sumulation over 过去所有的微分的平方这件事情 就是你就可以想成是在这个地方做sampling 就在这个地方做sampling 然后你再把它的平方和在排跟号算出来 那这个东西就反映了二次微分的大小 这个阿纳葵怎么做 我们其实上次已经有示范过了 所以我们就不再示范 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另外一件事情 是stochastic的gradient descent 那它可以让你的training更快一点 这个怎么说呢 我们之前讲说呢 我们的loss function 它的这个loss function它的样子呢 是如果我们今天做的是regression的话 这个是regression的式子 这是regression得到的estimation的结果 那你把regression得到estimation的结果呢 剪掉white hand再取平方 再submission over所有的training data 这个是我们的loss function 所以这个式子非常合理 我们的loss本来就应该考虑所有的example 所以它本来就应该submission over所有的example 那有这些以后 你就可以去算gradient 然后你就可以做gradient descent 但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它的想法不一样 而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它做的事情是 每次就拿一个xn出来 这边你可以随机取 也可以按照顺序取 那其实随机取的时候 如果你今天是在做deep learning的case 也就是你的aerrow surface 不是convacs 是非常齐驱的 随机取是有帮助的 总之你就取一个example出来 假设算example是xn 这个时候呢 你要计算你的loss 你的loss呢 只考虑一个example 你只考虑你现在的参数 对这个example的y的估设值 再减掉它的正确答案 再做平方 然后就不submission over所有的example 因为你现在只取一个example 出来 你只算某一个example的loss 那接下来呢 你在update参数的时候 你只考虑那一个example 我们只考虑一个example loss function 我们就写成l上标n 代表它是考虑第n个example 的loss function 那你在算gradient的时候呢 你不是算对total所有的data 它的gradient的合 你只算对某一个example 它的loss的gradient 然后你就很急躁的update参数了 所以在原来的gradient descent里面 你计算所有data的loss 然后才update参数 但在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里面 你看一个example 就update一个参数 你可能想说 这有啥好呢 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好的 那我们实际来操作一下好了 我觉得 诶 我怎么看不到自己的意思 刚才看到的图呢 它可能是这样 我们刚才看到的图呢 它可能是这样 原来的gradient descent 你看完所有的example以后 你就update一次参数 那它其实是比较稳定的 发现说它走的方向 就是按照gradient建议我们的方向来走 但是如果你是用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的话 你每看到一个example 你就update一次参数 如果你有20个example的时候 那你就update 20次参数 那 这边它是看完20example再update一次参数 这边是每一个example 都update一次参数 所以在它看20个example的时候 你这边也已经看了example 且update20次参数了 所以update20次参数的结果 看起来就像是这样 从一样的起始点开始 但它已经update了20次参数 所以如果只看一个example的话 它的步伐是小的 而且可能是散乱的 因为你每次只考虑example 并不是你只考虑一个example 所以它参数update的方向 跟gradient descent 跟total loss的aeroservice 建议我们走的方向 不见得是一致的 但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很多个example 所以天下武功为快不破 在它走一步的时候 已经出20拳了 所以它走的反而是比较快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第三个tip 就是你可以做feature的scaling 所谓的feature scaling的意思是这样子 假设我们现在要做regression 我们的regression function里面 input的feature有两个 X1跟X2 比如说如果是要predict 宝可梦进化以后的cp值 可能X1是进化前的cp值 X2是它的生命值等等 你有两个input的feature X1跟X2 那如果你看 如果你今天的X1跟X2 它们的分布的range 是很不一样的话 那就建议你把它们做scaling 把它们的range分布变成是一样 比如说这边X2 它的分布呢 它的分布呢 是远比X1大的 那就建议你呢 把X2呢 这个值呢 做一下rescaling 把它的值呢 缩小 让X2的分布 跟X1的分布 是比较像的 你希望不同的feature 它们的这个scale呢 是一样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你举一个例子 这个 假设这个是我们的regression 的function 那我写成这样 这个意思跟这边是一样的啦 y等于b加w1x1加w2x2 y等于b加w1乘x1加w2乘x2 那假设X1它的平常的值呢 都是比较小的 比如1啊2啊之类的 假设X2它平常的值都很大 它的invert值都很大 都是100啊200之类的 那这个时候 如果你把loss的surface 画出来 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呢 你会发现说呢 如果你更动 w1跟w2的值 假设你把w1跟w2的值呢 w1跟w2的值呢 都做一样的更动 都加个deltaw 你会发现说 w1的变化 对y的变化而言 是比较小 w2的变化 对y的变化而言 是比较大的 对不对 这件事情是很合理的 因为你要把w2乘上 它input的这些值 你要把w1乘上 它input的这些值 如果w2它乘的 这个input的值 是比较大的 那你要把w2做小小的变化 那y就会有很大的变化 那同样的变化 w1说你给它变化 因为它input值是比较小的 所以它对y的影响 就变得是比较小 所以如果你把他们的 aerror surface 画出来的话 你看到的可能像是 这个样子 如果你把他们的 aerror surface 画出来的话 你看到的可能像是这样 这个图呢 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w1的变化 对lost w1对y的影响比较小 所以w1就对lost的影响比较小 所以w1对lost 是有比较小的围存的 所以w1这个方向上 它是比较平滑 w2对y的影响比较大 所以它对lost的影响比较大 所以改变w2的时候 对lost的影响比较大 所以它在这个方向上 是比较shark的 所以这边是 这个方向上 有一个比较尖的下骨 那如果今天 x1跟x2 他们的值 scale是接近的 那如果你把lost 画出来的话 它就会比较接近圆形 w1跟w2 对你的lost 是有差不多的影响力 这个对做quadian descent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是会有影响的 比如说 如果你从 这个地方开始 其实我们上次 已经有看到了 就是这样子 这种 长椭圆的 aerosurface 如果你不出现 阿达滚什么的 你是很难搞定它的 因为不同的 就是在这个方向上 这个方向上 你会需要非常不同的landly rate 你同一组landly rate 会搞不定它 你一定要有defty的landly rate 才能够搞定它 所以这样子的状况 没有scaling的时候 它的状况 它的update参数是比较难的 但是 如果你有scale的话 它就变成一个正圆形 如果是在正圆形的时候 update参数就会变得比较容易 而且你知道 规点design 它并不是向着最低点走的 在这个蓝色的圈圈里面 最低点是在这边 绿色的圈圈最低点是在这边 但是你今天在update参数的时候 走的方向是顺着等高线的方向 是顺着规点进行我们的方向 所以虽然最低点在这边 你从这边开始走 你还是会走这个方向 再走进去 你不会指向最低点去走 OK 但如果是绿色的呢 绿色就不一样 因为它如果真的是一个正圆的话 你不管在这个区域的哪一个点 不管在这个区域的哪一个点 它都会向着圆形走 向着圆形走 所以如果你有做feature scaling的时候 你在做参数update的时候 它是会比较有效率 那你可能会问说 怎么做scaling 这个方法有千百种 你就选一个你喜欢的就是了 那常见的做法是这样 假设我有R比Example X1、X2到X' 每一比Example 都是里面都有一组feature 所以X1 它有它的第一个component 就是X11 X2它的第二个component 就是X21 X1它的第二个component 就是X12 X2的第二个component 就是X22 那怎么做feature scaling 你就对每一个dimension i 都去算它的min 这边写成mi 都去算它的standard deviation 这边写成sigma i 然后呢 对R个Example的 第i个component 对Rexample的第i个compo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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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把它剪掉 所有的data的第i个component的min 也就是mi 把它剪掉所有的data的第i个component的min 然后呢 你就会得到说 你做完这件事以后 你所有dimension的min呢 就会是0 那你的variance呢 就会是1 这是其中的常见的做 那我来这一天的方法 好 最后在下课前呢 我们来看一点 我们来讲一下 为什么gradient descent 它会walk OK gradient descent背后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那在真正深入数学的部分之前呢 我们来问大家一个问题 大家都已经知道gradient descent是怎么做 假设我问你这样一个是非题 每一次我们在update参数的时候 我们都得到一个新的set 这个新的set 总是会让我们的loss比较小 这个乘数是对的吗 这个乘数是对的吗 好 也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setA0你把它带到l里面 它会大于setA1带到l里面 它会大于setA2带到l里面 我们每次update参数的时候 这个loss的值 它都是越来越小的 这个乘数是正确的吗 你觉得它是正确的同学举手 你觉得这个乘数是不对的同学举手 好 手放下 大家的观念都很正确 没错 就是update参数以后 如果loss不见得会下降的 如果你自己做出来 所以如果你今天自己 implement gradient descent做出来后 update参数的loss没有下降 那不见得是你的层次有霸 因为本来就有可能发生这种事情 我们刚才看过说 如果你learning rate 调太大的话 会发生这种事情 或许我们可以在下课前做一个devo 如果我 如果我 好 那再来解释 gradient descent的fearing之前 这边有个warning of math 意思就是说 这个部分 就算是你没听懂 也没有关系 太阳了 明天依然会升起 好 那我们先不要管gradient descent 我们先来想想看 假如你要解一个optimization的progress 你要在这一个figure上面找它的最低点 你到底应该要怎么做 那有一个这样的做法 如果今天给我一个起始的点 也就是c.0 我们有方法在这个起始点的附近 画一个圆圈 画一个范围 画一个红色圈圈 然后在这个红色圈圈里面 找出它的最低点 比如说假设红色圈圈里面的最低点 就是在这个边上 好 这个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给我一整个arrow function 我没有办法马上一秒钟就告诉你说 我没有办法马上告诉我 它的最低点在哪里 但是 如果你给我一个arrow function 加上一个初始的点 我可以告诉你说 在这个初始点的附近 画一个范围之内 哦 有问题 是吗 蛤 真的 惨 谢谢 谢谢 没问题 我们可以在那个附近 找出一个最小的 好 假设找到最小的值以后 我们就更新我们的中心的位置 把中心的位置挪到c1 好 接下来呢 再画一个圆圈 我们可以在这个圆圈范围之内 再找一个最小的点 假设它是落在这个地方 然后你就再更新中心点的参数 到c2这个地方 然后你就可以再找小小范围之内的最小的值 然后再更新你的参数 就一直这样子下去 好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 怎么很快的 在红色的圈圈里面 找一个可以让loss最小的参数呢 怎么做这件事呢 这个地方 就要从teller series说起 然后假设你是知道teller series 因为这个维基分有教过 teller series告诉我们什么呢 它告诉我们说 任何一个function h of x 如果它在x等于x0这一点呢 是infinitiously differentiable 那你可以把这个h of x呢 写成以下这个样子 你可以把h of x 写成sumension over k等于0到无穷大 这个k代表那个微分的次数 k接分之h为k次of x0 h在x0这个地方 为分k次以后的值 然后x-x0的k次方 不把它展开的话 你可以把h of x写成h of x0 加上hpline of x0 乘以x-x0 加上2接分之h doublepline of x0 x-x0的平方 好,那当x很接近x0的时候 当x很接近x0的时候 那x-x0就会远大于x-x0的平方 就远大于后面三次四次到无穷多次 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把后面的高次项 就把它删掉 所以当x很接近x0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x很接近x0的时候才成立 这个h of x就可以写成h of x0 加上hpline of x0 乘上x-x0 好,那这个是只有考虑 input一个variable的case 那其实 这个 哦,这边有个例子 这个例子 假设h of x是sin x 那在这个x0 约等于四分之π的地方 sin x其实可以写成什么样子呢 你用计算计算一下 它算出来是这样子 它可以 所以这个sin x 可以写成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像的像架 好,那如果我们把这些像把它画出来的话 你得到这样子一个结果 如果是1除以根号2 只有考虑0次的话 是这条水平线 考虑1除以根号2加s-4分之π除以根号 考虑一次的话 是这条斜线 如果你有再把二次考虑进去 考虑0次一次二次的话 我猜你得到的可能是这条线 如果你再把三次考虑进去的话 你得到这条线 如果你再把四次考虑进去的话 你可能得到橙色这条线 但是虽然说如果你看 橙色这条线应该是sin 不好意思,橙色这条线应该是sin 橙色这条线是sin 好,那你发现说 如果你只有考虑一次的时候 它其实跟sin 橙色这条线差很多 更不像 但是它在四分之π的附近 也在这个地方附近 它是像 因为如果x很接近四分之π的话 那后面这些像 有平方向、三次方向 这些都很小 所以你就可以忽略它们 只考虑一次的部分 Tether series 也可以是有好几个参数的 如果今天有好几个参数的话 那你就可以这样做 这个h of xy 假设这个function有两个参数 它在x0和y0附近 你可以把它写成 这个h of xy 你可以用Tether series把它展开成这样 就有0次的 有考虑x-x0的 有考虑y-y0的 还有考虑x-x0平方 跟y-y0平方 如果今天xy很接近x0y0的话 那平方向就可以被消掉 就只剩这个部分而已 所以今天xy如果很接近x0y0的话 那h of xy就可以写成 约等于h of x0y0 加上x-x0乘上 在x0y0这个位置 对x做偏微分 y-y0乘上 在x0y0这个位置 对y做偏微分 这个偏微分的值 你不要看它这么复杂 它其实就是 微分的值 就是一个constant而已 就是一个常数项而已 这个是一个常数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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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我们今天考虑 gradient descent的话 今天考虑我们刚才讲的问题 如果今天我给我一个中心点 就是a跟b 那我画了一个很小很小的圆圈 红色的圆圈 假设它是很小的 在这个红色圆圈的范围之内 我其实可以把loss function 用teler-sterious做简化 我可以把loss function al of x0 写成 al of a,b 加上 s1 对loss function的偏微分 在ab字的位置的偏微分 乘上s1-a 加上s2 对loss function 在ab字的位置的偏微分 再乘上s2-1 所以在红色的圈圈内 loss function 可以写成这样子 那我们把l of a,b 用一个 它就是个constant 你把l用ab带进去 它就是constant 所以我们as来表示 那setr1 对l的偏微分 在ab这个位置 这个也就是一个constant 所以我们用u来表示 这个也是个constant 用b来表示 这样这个式子 看起来就非常简单了 所以在这个范围之内 l呢 对 setr跟set setr1 所以在红色圈圈范围内 这个式子是非常简单的 就写成左下角 这个样子 再来 如果告诉你说 红色圈圈内的式子 就长这个样子 你能不能秒算 哪一个setr1 跟setr2 可以让它的loss最小呢 我相信你可以秒算这个结果 不过我们还是很快稍微看一下 lo 写成这样 s uv 都是常数 我们就把它放在蓝色的框框那里面 也不用管它只是多少 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 找 在红色的圈圈内 找setr1 跟setr2 让loss最小 那所谓的在红色圈圈内的意思就是说 红色圈圈的中心就是a跟b 所以你这个setr1 -a的平方 加上setr2-b的平方 该小于d 它们要在这个 红色圈圈的这个范围内 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秒算 对不对 太简单了 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如果你今天把 setr1-a 都用delta setr1表示 setr2-b 都用delta setr2来表示 s你会不用理解 因为s跟setr没关系 所以你要找不同的setr 让它值最小 你就不用管s 好 如果我们看一下l 你会发现说 它是u乘上delta setr1 b乘上delta setr2 也就是说 它就好像是 它的值就是 有一个vector 叫做delta setr1 delta setr2 有另外一个vector 叫做u跟v 你把这个vector 跟这个vector 做inner father 你就把delta setr1 乘上u 加delta setr2 乘上v 你就得到 这个值 如果我们忽略s的话 你就得到这个值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如果我们要让 l of setr最小 我们应该选择 什么样的 delta setr1 跟delta setr2 我们要选择 什么样的delta setr1 跟delta setr2 我们才能够让 el of setr最小呢 这个 太容易了 就是选 这个 正对面的 对不对 如果我们今天把 delta setr1 跟delta setr2 转成 跟uv 正逃反方向 然后呢 再把delta setr1 跟delta setr2 的长度 增长 长到呢 我们把它转到 反方向 再把它增长 长到极限 也长到这个 红色圈圈的边缘 那这个 delta setr1 跟delta setr2 跟uv 他们做inner father 的时候 它的值是最大的 所以 这告诉我们说 什么样的delta setr1 跟delta setr2 可以让 loss的值呢 最小呢 就是 它是uv 乘上 负号 再乘上一个 scale 再乘上一个constant 也就是你要把 delta setr1 delta setr2 调整它的长度 长到正好 这个 底到 这个红色圈圈的边缘 这个时候呢 它算出来的loss 是最小的 所以这一下 应该是跟这个 长度呢 似乘正比的 好 所以呢 我们再整理一下 试子 data setr1 就是 setr1-a data setr2 就是 setr2-b 所以 如果我们今天呢 要在红色圈圈里面 找一个 setr1 跟 setr2 让loss最小的话 那 怎么做呢 那个最小的值 就是中心点 ab 减掉了 某一个constant 乘上u跟v 就是中心点ab 减掉某一个constant 乘上u跟v 好 那 所以我们就知道了 这件事 那 你接下来呢 要做的事情 就把u跟v u跟v 把它带进去 把它带进去 就得到 这样子的试子 那这个试子 你会发现 它其实呢 exactly 就是 gradient descent 对不对 就是我们做 gradient descent 的时候就是 找一个初始值 算 每一个参数 在初始值的地方 偏微分 把它排成一个vector 就是gradient 再乘上某一个东西 叫做任理ray 再把它剪掉 所以这个试子 exactly 就是gradient descent的试子 但你要想想看 我们今天可以 做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 找一个最小值 它的前提是什么 它的前提是 你的上面这个试子 要成立 你teller series 给你的 approximation 是够精确 怎么样teller series 给我们的 approximation 才会够精确呢 当你今天所画出来的 那个红色圈圈 够小的时候 teller series 给我们的 approximation 才会 够精确 这样子 好 才会够精确 所以呢 这就告诉我们什么 这告诉我们说 你那个红色圈圈的半径是小 那这个at 这个learning rate 它跟红色圈圈的半径是正比的 所以这个learning rate 不能太大 你learning rate 要很小 你这个learning rate 要无穷小的时候 这个试子才会成立 所以gradient descent 如果你要让 你每次update参数的时候 你的loss都越来越小的话 其实理论上 你的learning rate 要无穷小 你才有办法 保证这件事情 虽然实作上 只要够小 就行了 所以 你会发现说 如果你learning rate 没有设好 是有可能说 你每次update参数的时候 这个试子是不成立的 所以 导致你做gradient descent 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让loss 越来越小 那你会发现说 这个l 它只考虑了 Teller series 里面的一次试 可不可以考虑二次试呢 Teller series 里面不是有 二次吗 还有三次吗 还有很多吗 如果你把二次试考虑进来 你把二次试考虑进来 理论上 你的learning rate 就可以设 设得大一点 对不对 如果我们把二次试考虑进来 可不可以呢 是可以的 有一些方法 我们今天没有要讲 是有考虑到二次试的 比如说牛顿法 那在实作上 尤其是 假设你在做deep learning的时候 这样的方法 并不见得太普及 不见得那么critical 为什么呢 因为你现在要算二次尾分 甚至它还会包含一个hessian matrix 还有hessian matrix 的inverse 总之你会多很多运算 而这些运算在做deep learning的时候呢 你是无法承受的 你用这个运算来换 你update的时候比较有效率 你是会觉得是不划算 所以如果今天在做 比如说deep learning的时候 通常还是gradient descent 是比较普及主流的做法 上面如果你没有听懂的话 也没有关系 那最后一页 我们要讲的是gradient descent的限制 gradient descent有什么样的限制呢 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就是 它会卡在local minima的地方 它会卡在local minima的地方 所以如果这是你的aerosurface 那你从这个地方当做你的初始值 去更新你的参数 最后走到一个微分指示0 也就是local minima的地方 你参数的更新就停止了 但是一般人就只知道这个问题而已 但其实还有别的问题 事实上这个微分指示0的地方 并不是只有local minima 对不对 set of point也是微分指示0 set of point也是微分指示0 所以你今天在参数update的时候 你也是有可能卡在一个 不是local minima 但是微分指示0的地方 这件事情也是有可能发生的 但是其实这什么卡在local minima 或卡在微分指示0的地方 这都只是幻想 其实真正的问题是这样 你今天其实只要 你想想看 你今天你implement作业仪了 你几时是真的算出来 那个微分指exactly等于0的时候 就把它停下来的 你是不是最多就做说 微分指小于10的-60 你的小一个很小的值 你就把它停下来了 对不对 但是你怎么知道 那个微分指算出来很小的时候 它就很接近local minima 它不见得很接近local minima 有可能微分指算出来很小 但是它其实是在一个高原的地方 而那个高原的地方 微分指算出来很小 你就觉得说 那这个一定就是很接近local minima 在local minima附近 所以你就停下来 因为很少有机会 你真的算出来 微分exactly是0 你可能觉得说 微分算出来很小 就很接近local minima 你就把它停下来 那其实搞不好 它是一个高原的地方 它离那个local minima 还很远 这也是有可能的 然后讲到这边 有人都会问我一个问题 这问题我很难回答 他说 你怎么会不知道 你是不是接近local minima 我一眼就知道说 local minima在这边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所以我觉得这些图 都没有办法表示 规间迪生的形成 我们来